嗯? 我吹响了 在,在我哪儿啊? 你爱你? 那不懂啊,不懂啊 你早点跟下说行后呢 我别离我了 张农从北京回来呀,告诉哥哥嫂子一个消息 她说自己谈恋爱了,男孩呢,是在北京一起工作的同事,老家是西安的 张农一听西安这么远,当即表示不同意 一句父母在不远嫁,劝导妹妹放弃这段感情 评论区呢,也几乎是一边倒的在劝张妮要听从哥哥的建议不要远嫁 那么,远嫁究竟好不好呢? 我就是远嫁,四川到山东 事实话,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远嫁 本地男孩找外地媳妇的很多 就像张妮这样,上学,外地工作,自由恋爱,有感情了 怎么舍得因为距离就放弃呢? 张妮说的没错,远嫁了,回家的路就难了 没有孩子的时候,还能回家几趟,有了孩子,想回都回不了 嫁得远了,到时候遇到什么事呢,身边连个善良的人都没有 有时候,闹矛盾了,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这些呢,我都深有体会 但是,这也并不能代表远嫁就不会幸福 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们家里离得很近,父母都是本地的 但是,夫妻俩性格不合 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 双方父母都跟着着急上火 所以说,这个婚姻幸不幸福 还是要看两个人的感情好不好 对于张妮的这段感情 我觉得萌萌的想法是对的 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以后过好过来 那都是自己的选择 但是,这个结婚是大事,绝对不能操之过急 一定要多谈她多了解 特别是要多和未来公婆接触接触,摸清她们的脾气秉性 萌萌张龙呢,也算是过来人了 张妮呢,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把男朋友带回来给哥哥嫂子看看 让哥哥嫂子也帮着把把关 当然,恋爱自有 这个家人的意见也只能是参考 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你嫁 还得看你自己的主意 因为这个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不管远近,只要你把日子过好了 这个家人呢,才会开心 如果你的日子过得一团糟 即便是离娘家很近很近 也只能让家人为你担心 总之希望张妮呢,也能像嫂子萌萌一样 找到一个爱她疼她,有责任心的男人 不关于甲舵云 希望你去路回甲的路 甲永远都甲 是吧 哈哈哈 只要你记住 回家的路,家永远都在 为萌萌这样的好嫂子点赞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小期见